石家庄富商王破盘突发心脏病死了 他的儿女发现人死后一个礼拜之内 他身后四个多亿的资产 就成了那个王亚丽 就是声称他是王破盘唯一的女儿 唯一的继承人的那个王亚丽的 王破盘的这个结发妻子 就是王破盘的老婆 他想起来 这个王亚丽是不是十多年前 在王破盘身边的一个女人 当时那个女人叫小丽 想起这往事 老王头这妻子那是恨得压根痒痒 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 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小丽 闹得他跟老公王破盘闹翻了 导致他们十多年没有往来 这还真是人死了才凑一块呢 怎么回事 说是在90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 王破盘开了一家百货商店 王破盘的老婆回忆 说那时候啊 我第一回见到这个小丽 这小丽这姑娘头一次来的时候 哎呀也是像今天这样 跟王叔叔这个趾高气扬的样子 倒是差不多 说当时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啊 穿着军装 还说呀 他是什么部队首长的女儿 而且啊 这个小丽来了不算呢 一个女的来 全家跟着来 就到后来啊 这小丽把他这个父母兄弟都弄来了 就为这事 打过不知多少次 就说这个王破盘的老婆 还跟这个小丽他们家呀 这个发生过冲突 但是闹起来吧 就发现自己这老头子王破盘呢 居然还站在小丽家他们这一头 你说这叫搓火的 王破盘的这个亲生的老婆孩子 当然老婆不是亲生的 孩子是老婆亲生的 就是王破盘的这个老婆孩子 说起来性情啊 也挺刚烈 到最后他们就干脆决定了 不靠他 我们自力更生 离开他 就这样的老婆孩子 就离开了王破盘 这就是说十多年 大家没有什么往来 那么据他们家人回忆呢 打那之后啊 这个小丽 就跟王破盘呢 住一块 对外说呢 这个小丽 就是王破盘的干女儿 就是他干爹 那到底是什么关系 也只能是瞎猜 反正就说是干女儿 但是当年的这个小丽 是不是今天的这个王书记 因为我父亲确实那天 就是说他一来的时候 就是那个非常的嚣张 就非常张扬 那以前就是他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 他那时候肯定比较收敛一些 表现出来的那种 那个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没认出来 没有认出来 胖了许多 但是就说什么呀 就是脸型和发型还没有变 发型都是那个时候的发型 今天的王书记 王常委 是不是当年那个小丽 王家人决定了 查一查 不查不要紧 一查吓一跳 他们就发现 这个共青团团室委副书记 王亚立 这个人的多年来的这个履历啊 那是相当的飘忽 怎么叫飘忽呢 咱仅说这年龄一项 他到底是哪年生人 就发现改来改去 一会儿是69年生人 一会儿呢 又是73年生人 一会儿呢 又是1978年生人 这前后可差着9岁呢 再者呢 更奇的 他们发现啊 这个王亚立啊 有两个档案 两个户口 整个就两套履历 他的另一个名字呢 叫丁增心 这王家人是上穷毕落下黄泉 找到十多年前的老邻居 就问 说这个人是谁呀 老邻居跟他们说 是当年那个小丽 那么顺藤摸瓜呀 这个王破盘的这个老婆呀 又回忆 说当年这个小丽是从哪来的 好像是从无极县一个村里来的 什么村呢 张段故镇西燕村 然后王家人又跑去这个村子里问乡亲 村里的人给他们证实了 说没错 今天的王亚立副书记 正是早年从咱们村出去的那个丁家三闺女 丁增心 好 现在王破盘的财产都烙在了这个又是王亚立又是丁增心的女人手里 这王家人可气坏了 到处去投告 就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 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跟我们兄妹五个 我们这一大家子就开始上访 去的市委 市政府 然后 北京国家信访局 中组部 中纪委 国家工商总局 共情团中央 包括 省工商局 市工商局 还有市团委 还有省信访局 从08年11月份 一直到专案组介入 没有任何人 就说答复我们 也没有任何人呢 就说关注这个事情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这王家人啊 就感觉是暗无天日 没法呢 要不我刚才说呀 这个王破盘这老婆孩子 也是刚烈 听说是当年啊 就绝望的时候 王破盘的这个二女儿 曾经有什么想法 那简直是恐怖分子的想法 说曾经想拿一包炸药 干脆炸了这个金华大楼 就是那个王破盘留下来的 那个资产 新华路上的那个 九层高的那个大厦 他曾经想拿炸药 要把它炸了 还有那个王破盘 七十岁的结发妻子 这也是个刚烈的女人啊 再跟女儿说 别炸了 我准备从这楼上跳下来 幸亏没发生这些事 但是也可以见到 当时啊 这他们家人真是没辙了 他们对于这个所有的上诉 上访诉讼 都做详细的记账 为这事 可是已经花了一百多万 那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你还甭说 这个事啊 到后来翻案 还真有点天零零地零零的意思了 怎么说呢 现在王家人呢 都信佛 王家人说起这个案子 怎么翻过来的 都说一句话 说一切都是命啊 怎么讲 说是在 二零九年 年初 有一天 王家 王破盘的大女儿 去这个寺庙啊 烧香 那